大家好,我是Stan 韩国一个中小娱乐经纪公司 为了要确认练习生们的身材这个傻眼的理由 而定期的要求练习生们只穿内衣裤的照片 其中也包含了台湾练习生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今天根据韩国YTN电台独家报道 该公司代表让练习生们在每周二拍 前庞后只穿内衣裤的全身照片给自己 也要求告知大腿腰部手背的详细尺寸 如果有练习生拒绝的话就会责备 K-pop idol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当的 两周都穿一样颜色的内衣裤传送的话 也会质疑是不是跟上周一样的照片 我们来看一下代表与练习生的部分聊天内容 打底裤会遮住大腿本来就不好确认 发送一下只穿内衣裤的照片 然后正面侧面后面都需要拍一下 是的,请确认照片 果然就是要有像XX一样 积极又有信心的成员 嗯,不是不是,只是想要顺利出道而已 现在看起来不错,不要减肥就这样维持比较好 你这个死变态 而一位抱着K-pop idol歌手的梦想来到 韩国的台湾练习生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公司要求照片的时候 我有向姑姑询问是否要发送 姑姑也说太奇怪了 所以就没有发送 因为很担心这样把照片拍给她的话 会不会使用在别的地方 嗯,对此经纪公司的代表对媒体表示 因为要在短时间内做出最大的效果出道 所以需要管理体型体重身材 这在摩托产业是很平常的事情 你别开玩笑啊 因为练习生们的提高 警方已经展开了调查 对代表的手机公司内的电脑进行分析了 为了快速出道需要管理的话 让女职员去做就好了 为什么代表你要去确认呢 平时在练武的时候 或者是拍海拨的时候 不就可以确认吗 如果那样也不能相信的话 可以定期的接受健康检查 测试体脂肪不就好了 现在是什么时代了 还要求穿内衣裤的照片 疯子变态 不是比基尼是内衣裤 根本就是故意的 只穿着内衣活动吗 一看就知道是个变态家伙 那个死变 现在很多练习生们 就算觉得公司的要求有点过分 也会为了自己的梦想 做出部分的牺牲 但是很多诈骗公司 就是会利用练习生们这种迫切的心态 所以看影片的弟弟妹妹 所以看影片的侄子外甥们 真的需要的话 可以给我发IG私信或者是email 我会尽量帮你确认是否安全的 毕竟韩国演艺圈这边 还是认识很多人 一定会帮上忙的 OK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SM头部舞蹈最棒的三个人 Eileen Shotaro Gi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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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